囊狼人才库四进四出 林威元帅入选 乔帅的十二人增战国际的赛场 周琪跟李月如也锁定回归联赛增战了 针对囊狼人才库以及接下来十二人的名当 还有周琪李月如的去向 我们重点分三个点和大家展开分析一下 第一个点 囊狼的人才库四位新人将被锁定进入到大名当 然而另外的四位选手则是被尴尬淘汰掉了 其中包括了南京同系队 已经完成了四次决杀的林威 他霸气的进入到大名当 另一个方面的三系队的顶尖三分王 本个赛季轰出十一届的当场得分 三分球的数据更是相当优秀 可以说元帅霸气的入围 而在全明星的大赛获得三分王 冠军称号的王瑞泽青岛队的这名黑马 他也能够入围 来自北京北控队的于长董 他也意外的进入到了人才库的大名当 所以针对接下来 狼子狼修国家队人才库的名当更新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 看来乔尔杰威奇 在接下来 我们新一届的狼狼名当之中 将会做出人员的更换了 毕竟过去呢 据了解狼狼国家队有一个规则 也就是 你要进入到狼狼国家队出战国际赛场的名当 你必须首先进入到狼狼人才库的名当 说白了 人才库 忧中选忧 才能进入到国家战队当中 针对以上的这四人入选呢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是特别支持跟认可的 尤其是包括了本个赛季多次完成绝杀的林威 作为南京同系队最大的一个惊喜 同时是一名00后19岁的黑马 可以说呢 本个赛季的林威啊 刚刚去增仗CBA的联赛 就打得如此的高光 打得如此的勇猛 确实 被众多的庄家球迷纷纷呼吁 看来乔尔杰威奇必须把林威给带上国际的赛场 不然的话 真的白白浪费掉我们关键的人才 林威的霸气入围呢 才是我们共同去期待的事情 另外 作为商系队最顶尖的三分射手 本个赛季呢 有一场比赛当中啊 元帅呢 一场比赛拿出了11季三分球的数据 被称之为顶尖三分王的元帅 他要不是在全明星的花球投篮当中全部投丢了 不然的话 他就可以获得三分球冠军的荣誉了 然而 可惜的是 元帅没有获得 最终是王瑞泽成功拿到了 三分王的称号 因此 本届呢 很有潜力的元帅也好 还有呢 包括了青岛队的王瑞泽 两人都进入到了 囊囊国家队的人才库名当 因为 经过了综合考虑跟权衡之后 确实呢 多次做出贡献的球员 必定呢 会进入到人才库的名当 最后 作为于长董啊 作为顶尖的得分选手 他的防守能力相当的优秀 这也是他入选到名当的重要原因 因为乔尔杰伯奇特别注重对防守的培养 然后作为对比之后呢 有四个人入选 自养而养 就有四个人被淘汰掉了 让人争议巨大的 那就是来自上海队的罗汉生 那么另外还有江苏队的崔小龙 接着 新章队的麒麟居然也被尴尬的抛弃掉了 最后还有赵嘉义 其实提到这四位球员呢 在我个人看来相对比较可惜的是麒麟 麒麟这位选手呢 作为原本新疆队很优秀的一个前锋 他也是作为过去囊狼国家队 杜丰呢 必须要提拔的前锋人选 没想到的是 麒麟不仅没有被乔尔杰伯奇 给选入到囊狼的大名当 而且 麒麟更是连人才库的名当都掉落下去了 那更是相当的尴尬 对比之后 江苏队此前进入到乔尔杰伯奇 18人名当的崔小龙 他经过了后面的第二第三阶段的比赛之后 也让乔尔杰伯奇发现了他的真实数据 看到了他真正的实力确实被高估了 崔小龙直接被淘汰 上海队的罗汉森 原本的个人实力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防守方面呢 相对比较薄弱 也被乔帅给抛弃了 赵嘉义同样的道理 所以 针对本届的人才库呢 确实让大家看到惊喜的同时 也看到了意外的情况 但不管怎么说 让我们祝贺元帅 祝贺林威等人 霸气入围到人才库 也将要入围到我们囊囊国家队的大名当 第二个方面 我们跟大家谈到 乔尔杰伯奇选出的12人名当 将要增上国外的赛场 据了解呢 将要在世界杯开打之前 展开4场光剑的热身赛 说白了 接下来我们的乔尔杰伯奇选出的新名当 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增上世界杯的大赛的 在8月25号就要开展世界杯的大赛 那么为了准备世界杯 最新的一份12人名当 据了解 已经重磅出炉 他将会被乔尔杰伯奇呢 带出去增上4个国家的热身赛 说白了 我们首先呢 要前往各个国家进行热身赛的比拼 让我们真实的了解到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哪些球队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哪些方面应当值得我们去纠正呢 因此呢 接下来这12人的名当呢 也重磅出炉了 最了解 一共呢 包括了三大中锋 这三大中锋呢 是做出了很大调整的 其中啊 包括了在中锋层面拥有很优秀 八辉水平的周琪 周琪依旧是我们的首发大中锋人选 另外呢 是上海队的王泽灵 王泽灵身体足够的强硬 哪怕说呢 他的步伐相对会慢了一点点 但是王泽灵的爆发力 以及他的在内线的统治力 足以帮助他进入到首发的大名当 所以周琪王泽灵两大中锋 锁定了出战的人选 而另外的第三位让大家有点意外 据了解 他是一届年 阿联在接下来新一届的大名当啊 据了解 他是受到了很大的支持 跟鼓励的 因为一届年哪怕说呢 作为37岁的老将了 但是在我们国际的赛场当中 如果没有一届年的带队 我们想要赢下世界杯大赛的胜利 相当的困难 在国际的赛场当中 一届年还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名 核心灵魂人物 而且有了一届年的登场 我们的一些年轻球员 也会打得更加霸气 而且士气也会被提升上去 接着呢 在前锋线层面呢 乔尔杰伯奇据了解呢 一共是选出了五大前锋 而且在这个小球时代 偏向于以前锋为主的阵容 确实让人充满期待 五大前锋呢 分别包括了2米12的胡金秋 2米08的曾磅伯 以及2米05的张正林 胡金秋 曾磅伯 以及张正林 三大前锋 是我们国内如今 最优秀的三大主力前锋 相对来说 年纪方面呢 都是在30岁以下 个人的爆发力相当优秀 尤其是曾磅伯跟张正林 曾磅伯呢 是一名00后的黑马 张正林如今99年 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 因此呢 三大前锋呢 是必定锁定出仗的 那么最后还包括了 崔永熙 以及呢 本届的全明星MVP 萨拉木阿布都 那么阿布都跟崔永熙的登场呢 两人的出仗 也是让我们十分 共同期待的事情 毕竟阿布都 是在国际的赛场当中 展现出了很不错实力的 过去我们在里南带队的情况之下 南南国家队也赢到了 亚运会比赛的冠军 阿布都立了大功 与此同时 崔永熙1米99的小前锋 更是让我们看到 巨大的发展潜力 不管让崔永熙打小前锋 又或者说打得分后卫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可谓是呢 在尽端时间 在CP拿到了32分的超强数据 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 后卫先的人选呢 相对来说没有很大的意外 因为呢 其实广东跟辽宁啊 这两大仗队 各自的两大后卫代表呢 基本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分别是广东队的赵瑞跟虎门轩 辽宁队的双子星 郭爱伦和赵纪伟 一共呢 四大后卫 基本上呢 雷打不动 当然了 林威以及呢 包括了高思岩 还有徐杰等一系列的主力 也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但如今来看 后卫先的人选呢 还是广东辽宁的四人组 最值得依靠 综合来看 以上的十二人大名当 去出仗世界杯比赛之前的热身赛 是相对比较合理 让我们充满期待 特别是一千年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周琪跟女郎的李悦如 去向了即将锁定来 将要前往澳洲打比赛 同时呢 去增强我们的国家队 光剑中锋的实力 当大家了解到近段时间的周琪 确实针对他的去向呢 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毕竟周琪是作为我们国内首发的大中锋 也是最能够接帮一键年的光剑中锋人选 如果说没有了周琪大某王 我们在中锋层面要赢下胜利 那是南上加南 而如今 值得开心的是 周琪大某王 他近段时间 跟某商业品牌呢 达成了合作 而且呢 拿到了一百万的合同 另一个方面呢 据了解 上海队被爆出 1.8个亿的签字费 要让周琪去达成签约 然而如今来看 随着周琪呢 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之后 确实呢 周琪回归到西北 加盟到上海队 这个计划呢 要泡汤了 而真正 让周琪要加盟的战队呢 据了解 更大的概率 还是澳大利亚的凤凰战队 那么其中 据了解到周琪 近段时间 跟衰养经纪人呢 双方达成了躺胖之后 周琪大概率 还是要前往 澳大利亚的 NBL的打比赛 也就是去到 澳洲的赛场去增仗 而另外 作为女郎的大中锋 李月如 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 他并不会前往 美国的WNBA 而是前往 澳大利亚的 女郎赛事去增仗 看来 我们郎郎也好 女郎也好 两大顶尖的中锋 周琪跟李月如 看来要一起 乘坐飞机 前往澳洲去增仗了 希望这两大中锋 能够满载而归 希望这两人 能够在国际的赛场 达出真正的水平 让自身的实力 得到提升 当然了 回归到 男郎也好 女郎也好 都能够帮助 我们的总体实力 内线方面的能力 得到提升 未来 让我们充满期待 那么 作为对比之后 大家认为 男郎人才库 四进四出 凌文元帅的霸气入血 您是否认可呢 还有乔尔九尾奇 提拔的十二人大名当 易建连的霸气入围 您是否支持 留言陪同学 一起交流 一起谈一下 您的想法 也感谢大家 我是阿信 下期再见